这两天,强势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,清潮而出灌入中国中东部,形成了2018年下半年第一股寒潮,在强势寒潮南下影响下,中国从广东到东北都笼罩在一片冬日的寒衣之中,2018年的夏天似乎已经彻底离开了中国。 尽管如此,北太平洋的低纬度仍然非常温暖,冷空气很难抵达这里,海水能量还很高。 12月10日,在北半球西北太平洋幻治线附近,已经有一个台风胚胎99C在发展,这个C字母意味着的是中太平洋。 Central Pacific,它又是一个诞生于中太平洋即将进入西太平洋的台风胚胎,由于低纬度的负热带高压强势,这个台风胚胎将继续沿着偏西方向移动。 全球多家数值预报都预计,未来的台风胚胚胎99C将在西太平洋的维度活动,进入西北太平洋已是大概率事件。 至此,即11月3台风胚胎共舞之后,冬月里的西太平洋又要有台风胚胎活动了,那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新台风呢? 美国超级计算机预计,随着台风胚胎99C,向着西北方向移动,它会逐渐加强,并且于12月14日前后,在美国关岛以东海域达到巅峰,最强势中心气压或可低于980百趴,这已经相当于中国标准的强热带风暴台风系。 如果它真的成为了新台风并得到日本气象厅命名,那按照台风命名表,应该是今年第30号台风怕步。 当然,欧洲数值子认为,三由于西太平洋的发展环境有限,进入西太平洋的台风胚胎99C可能不会得到发展,发展成为30号台风怕步的可能性比较低。 总的来说,这个30号台风,究竟会不会生成还有很多变数?这也难怪,毕竟北半球已经是冬天,西太平洋台风能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小。 但西太平洋是全球最著名的暖池,一年12个月均可以有台风生成,因此,30号台风还是有机会的。 若台风怕步生成,今年台风总个数达到了30个,将创下2013年以来的新高,即便台风怕步不行成。 今年的台风个数大幅偏多,也已成定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们说的 节目